嗨嗨 G嗎元氣騎士前傳 一開始呢 我們先來看錯一下 好 呃 上一支影片 我不是講遊俠的爆擊率的一個問題嗎 我不是說要擺爆嗎 然後就有一個很可愛的 呃 一個很可愛的 你該怎麼說啊 反正就是有一個有個人跟我說 哎那個爆擊率啊 是加成不等於爆擊率這樣子 那確實啦 那影片裡面是28 然後啊 我現在的爆擊率的加成是105 那這邊是32% 對你們應該看得出來 我換了一頂帽子 那那一頂帽子 有加到爆擊率 應該是敏捷的部分 當你點力量啊 敏捷啊 智利啊 他都會講說他最主要是加強哪個部分 那因為這頂帽子 他有加到敏捷 所以我加到我的爆擊率 大概就這樣來 那我只是想說要跟大家解釋一下 就是 對 爆擊率加成不等於爆擊率 那我看到這一行字了 對我之前 一直想說哎什麼東西有一閃而過 然後沒有很仔細去看他 對 那這個遊戲呢 你說28%到32%多不多 加了這4%的爆擊率我可以從 哎你們都有看影片嗎 就是 呃抖音跟short的影片就是我可以從1分58秒變成1分鐘到1分半 所以加這4%的爆擊率其實加蠻多的 好這是我要先看錯的一個部分給大家做參考 對那以往之後如果有什麼地方是我講錯什麼也是歡迎大家就是溫馨的糾正我 好那再來的話就是要教大家看一個東西那就是裝備 因為很多人想說奇怪我怎麼刷不到比如說力量的裝備啊 為什麼是刷不到 為什麼我的這個戒指分裂是智力而不是力量呢這樣子那 在講這個之前呢要先到地圖去 地圖旁邊不是都會有 每一關每一關 都會有 這邊 哦 好吧 我畫不到地方 好 好這些羈絆呢我們跳下一張圖會比較清楚 好你們現在看到了就是我在之前影片裡面有講的那個推薦網站那一個那裡面對然後他這邊有蠻詳細的就是每一個羈絆第一個羈絆是什麼OK那 簡而言之呢第一個前三個這個羈絆呢 是你的裝備那第一個是智力啊不是說錯 第一個是力量然後第二個是敏捷第三個是智力那後面兩個呢是武器跟飾品那武器跟飾品呢全部都打得到這樣聽起來好像很複雜那我有做一張圖放在 來的社群對就是這張圖譬如說機械大陸好那這邊呢有兩個是人者需要的OK好那這兩個呢一個是力量一個是敏捷也就是說 羈絆召喚跟心無旁物啊你只可以打到羈絆召喚是力的 這一個那心無旁物呢可以打到敏捷的裝備這一個我們把它跳回原本那張圖去看 好剛才講過了嘛 第一個代表力量第二個代表敏捷第三個代表智力那這樣子看起來的話呢如果說你要刷統帥力的話 這一個你只可以在寂靜墓園而且你只刷到智力的裝備 那這個防具呢指的就是你的帽子你的衣服跟你的鞋子OK這三個叫做防具裝備好所以我們這樣看起來統帥力的部分你只刷到智力的那之後就都沒有了那如果說你要刷 就是羈絆召喚跟心無旁物的話這兩個你只可以在機械大陸一個是羈絆召喚是力量的一個然後心無旁物是智力的 一定是這樣子的規則這個遊戲是這樣子的那後面的兩個 剛才有講嘛就是武器跟飾品的部分代表的是後面兩個那後面兩個的話前面也都打得到也就是說武器跟飾品只要那一張地圖有的他全部都會有 所以你的譬如說你的呃之前有講過嘛你的 羈絆 三個羈絆就是最主要的三個羈絆像忍者最主要三個羈絆就是羈絆召喚心無旁物 然後跟一個統帥力全部最好都是長在防具上面 那頂多頂多你可以長在飾品上面武器的話 你之後可以去做武器來做搭配而且忍者聽說雖然大陸那邊B站說沒有實裝啊就是 忍者是可以從那個羈絆召喚裡面的武器裡面再去吃到他的 雞那個羈絆可是 就是好像很多都吃不到那這個我還沒有玩忍者所以我還沒有辦法給你們答案說到底是不是有實裝這件事情那換言之就是 前三個是固定的力量敏捷智力然後武器跟飾品全部都達到就是這樣OK那武器的話你把它撇除掉之外你就是要在 呃 帽子衣服鞋子然後戒指跟 耳環嗎戒指跟項鍊啊戒指跟項鍊這 五套裝備裡面去湊滿你三層羈絆 然後最後還是要講一下如果你真的不知道的話你就是記就是第一個是力量第二個敏捷第三個之力你打不到其他的了那武器跟飾品的話只要那張地圖有的羈絆出現他都打得到那盡量不要把 羈絆湊在武器上面因為你武器可以去做然後來做搭配不管是任何職業都一樣就算帶到下個賽季你把裝備拿到新賽季的話你武器只要去弄出卡片去做出一把武器就很舒服了對好我們回到遊戲 我還是要拿出我的遊俠你看我的羈絆譬如說我重點在於分裂鎖定目標跟重型彈藥我一定都是把它長在我的防具上面重型彈藥的鞋子兩個嘛然後重型彈藥跟分裂的衣服然後分裂的戒指所以我這三這三件衣服就是戒指 衣服跟鞋子的話我已經湊滿了兩個羈絆就是重型彈藥跟分裂然後鎖定目標的部分呢我就是用帽子跟項鍊去湊鎖定目標那當然這個帽子沒有很好做出來我就先用了反正沒有差然後這個項鍊也是因為這個項鍊有一個生命吸取那通常如果有生命吸取的話可能就是搭配你的武器這樣那 那武器的話就是用鎖定目標對所以我最主要是搭配鎖定目標那另外你就會發現 經濟甲跟生命吸取就浪費了對就沒有用到那這個其實也不打不打緊啦說實在的對好所以如果你要刷裝備的話就是 不要妄想說你可以刷到就是剛才講的譬如說 呃你要刷統帥力一定是智力的嘛你刷不到力量跟敏捷的統帥力的防具對但是你刷的到武器 項鍊跟戒指的統帥力簡單講就是這樣然後再來我要分享的東西呢 很有可能會被禁就是會被封好那這個的話你們就 呃不要常用我只能說比較常因為這個有點呃不正常遊戲那大陸那邊抓的蠻嚴的對我 我是有朋友被抓到了OK好那譬如說我們我之前有講過如果說你要刷裝備的話就是到那張地圖去然後進去之後再跳出來 然後再到996的商店去嘛對不對那有另外一個方式比較容易被封那我要先到據點去我才可以演示給大家看好等我一下 好我們現在到據點了那據點之後進去不是會有不管是販賣機還是996商人你就會看到你們只要記住哈光明核心鎖定目標然後第二個是擴散跟重型彈藥好那這些都不打緊打緊是你要 然後怎麼樣去刷裡面的裝備好那有兩個方式第一個方式呢就是你一定要買一定要買一樣東西對你就是先買 一定要買一定要買才可以刷新一定要買對我之前也是弄了很久才發現說一定要買不管用什麼方式你買一件裝備也好還是買 裡面的炸彈還是生命藥水都可以一定要買好買完之後呢那還記得這個嗎 光明核心跟鎖定目標ok接下來呢 你就是直接把遊戲整個關掉 遊戲整個關掉之後再進去他就會不一樣了這是第一個方式 我們進去 我們進去還記得剛才第一個是鎖定目標跟光明核心 對 糟糕他現在不讓你刷了 好 那 剛才講那個方式呢 就是第一個是整個關掉遊戲然後再進去 然後 裡面的那個裝備啊就是會都不一樣 那另外一个方式呢 就是你进去之后 直接把网路断开 那他就是会 像这样子把网路断开之后 飞航模式 好 对 把网路断开之后呢 他真的把这个锁起来了 好吧 那 没办法 没办法刷那个了 对 没办法在据点首位里面 刷装备了 对 好 那就这样子吧 那我们至少测试了 就是新的方式 应该不是说新的 原本就有的 只是说这个方式很容易被封 所以我之前也没有 多做介绍 因为我身边确实有人 这样子被封 那没想到 他现在就直接把他进去 好吧 那就是 这一集带给大家 就是做了一个测试 然后跟 讲了一下你装备 力量敏捷跟智力 要去哪里打 那打得到的打不到的武器饰品 全部都打得到 这样子 好 爱你们哦 好 我找到他 没有修改完全的一个bug了 可是还是要讲哦 这种方式很容易被封好 好 首先呢 一样你要先买药水 买完之后呢 你看哦 我们现在第一个是 心无旁物跟力量装金 然后第二个是心无旁物嘛 买完之后呢 你要完全的断网 WiFi 然后开飞航 开完之后呢 直接退出游戏 好了 然后 开启网路 把飞航关掉 进入游戏 还是要讲哦 这个方式很容易被封好 阿路被封好不要怪我 我只能说了 对 好 进来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 996商店的贩卖机呢 会不一样 有没有 第一个就变光明核心 第二个变心无旁物 这样子 好 这个方式呢 也是刷装备的 只是说之前 你只要退出他 重新进来 一定要买东西 对 然后重新进来就会不一样 现在很麻烦是你要先 断开网路 再整个退出 然后开启网路再进来 才会不一样 好 真正的爱你们哦 嗯 嗯